欧盟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 从2030年开始对于进口的石油 还有天然气实施甲烷排放的限制 这目的在要求国际供应商减少 温室气体甲染泄露的状况 来看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甲烷是各国发电厂和家庭暖气设备 燃料天然气的主要成分 也是仅次于二氧化碳造成气候变迁的第二大原因 一旦甲烷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 与基础设施泄露到大气中 就会加剧全球暖化 来自欧盟的各国部长 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批准了这项法律 意味该法律已可生效 欧盟成员国之中只有匈牙利对此投下反对票 从2030年起 欧盟将对欧洲市场的化石燃料 设下最大甲烷强度值 欧盟执行委员会将在2030年前 设定具体的甲烷限制 违反规定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商可能面临罚款 非盈利组织Clear Air Task Force 欧盟事务主管威罗内表示 这项进口标准有望使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甲烷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一 他指出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气进口地区 欧盟还会要求欧洲生产商定期检查 营运过程中的甲烷泄露情况 并禁止大多数情况下的天然气燃除和排放 抑制燃烧不需要或多余的甲烷或是将其排放到大气中 这项规定可能影响美国阿尔及利亚和俄罗斯等主要天然气供应国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也与欧盟一同呼吁各国在2030年底前 将甲烷排放量减少30%以减缓气候变迁 并对欧盟这项新法表示欢迎 美国去年就已经制定规则要求石油公司限制甲烷排放量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